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现场当时有这个江医师说他不是说这个裂解 是整个的全面的崩溃的情况 那么今天再度看到的是也有法官 那么因为说认为说这个是误诊 把他的胆给割了 那么针对台大的几名医师是进行集体的控告 那么求偿九百万 那么这个事情大概是在医界里面会再度 那么形成一个说对白色这个巨塔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冲击 那么当然这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官 包括很多的物责 我们今天稍后都会来谈医生要负责什么样的态度 可是到最后很快速的 那么台湾民众如果有病的人在未来 那么是不是整个的医病的关系 也会做非常明显而重大的一些的改变 在现场有都盟发言人滕西华小姐 欢迎到我们现场来 也有星星王子 那么他在这个四五年之前 那么他认为也是一个物诊 让他截肢了 所以稍后要谈这样的概念 还有医疗记者全家立 欢迎来 那么另外有医改会的包括是张亚廷小姐 欢迎来 同时有江守山医师 还有张孟元张医师也到我们现场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 这位法官愤愤不平 认为是被误诊的 提告 听到的时候当时真的快混倒了 怎么十几年来都说有 结果都没有 右手辅着腹部笔划开掉的位置 他是林英豪有铁面法官之称 台北地院法院的审判长 曾审过立霸掏空案 直播甲球案重大案件 但这回出面指控 是台大医院的医生误诊 乱开刀让他意外没了胆 看一看不到两分钟 这个要开刀了 我请那个总医师来安排住院开刀 开刀之前请他说是不是在跟我用先进的仪器再检查一遍 他们说不用了 这个很清楚 在台大医院做健检做了十多年 一开始那科医生说只是党男长脊肉持续追踪 三年前改过外科医生胡润和的门诊 开刀后才知道切除了胆囊很健康没洗肉 而是有了结石 切了控告健检和手术医师业务过失受伤害 求偿九百万元 李先生也是在考虑了两个月之后才在本院接受手术 对于李先生他对病情的认知 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在加强我们医病沟通的必要性 台大医院回应过程合乎医疗常规 强调胆结石导致林一豪胆囊慢性发炎 的确有切除的必要 不过林一豪在手术后出现后遗症 爱吃了生育片提棒都得进口因为会腹泻 不过物诊事件不止这一桩 一人薛志正 护士忘了把口腔异物清除 造成假牙掉进左胸腔 还性侵王子因为医疗疏失 让他失去左脚 这次民营碰上法官撤出医疗纠纷 心通司法的林一豪决定走下审判席 提告套公道 如果说是一个物诊导致于刺激部分的伤害 甚至于生命的危险 对病人或者家属永远难以接受 但是医生认为最近已经在谈到 他们面对了几乎台湾已经是世界数一 数二的医病关系最紧张的情况之下 他几乎害怕的动辄得救 这样造成的各种的医病关系的一个紧张 那么如果这一件今天看到林一豪法官 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控诉的话 这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这其实还蛮遗憾的 因为今天两家最大的平面媒体 都出现一些医疗上面的纠纷 一个是刚刚我们看到VCR这个案子 另外一个是医疗有一些认为不足 或者是没有及时的情况 那当然很遗憾 那我们要先说 就是你知道这位法官应该可以体会 就是那个不对等之下产生的一些损害 那个当事人特别会愤愤不平 那个被误判的 资讯人不对等 对 资讯人不对等 地位也不对等 那这件事情其实 如果要谈误诊之前 应该要先来谈诊断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通常 就我还看过一篇一个研究报告 医师在看见病人的第18秒 就开始诊断 就开始诊断这个工作 那所以其实 为什么我常说病人对自己的疾病 也要负责任是 你要再怎么样再能够第一时间之内提供给医师 就诊断不是只有医师的事情 就是说提供给医师你正确的资讯 怎么要描述你的病情 描述你的症状是很重要 那当然医生 也许现在医生花在问诊的时间比较少 那其实医师 因为现在医师过度仰赖影像的检查 或是检验检查的报告 那检查检验的报告 它不但是有微阴性 微阳性的限制 甚至有些疾病 他的这个症状的表现 可能跟他本来的生病的部位 其实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 比如说这个狭心症或心脚痛这类的病人 他有可能不舒服的时候 他到了急诊区 他做的心电图完全都没有异状 所以事实上影像 或者是说这个检验报告 都有他的这个盲点 或是检查时间点的关系 那特别是如果说这个影像 以这个理法官这个例子来说好了 当医师拿着招应波跟你说 你这里有脐肉的时候 其实病人是完全没有办法 有那个能力去推翻跟反驳 那跟我们吃到一个东西坏掉 我说我坏掉 那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冲击 其实是没有 所以他当然如果说医师跟你诊断说 当然已经确诊了 就是说不管他讲 他已经确定诊断 他当然就必须去执行 那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就是其实问诊的时间 如果没有很长 或者是说检验报告 出现一些瑕疵的时候 就会导致医师可能有误癌 但是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瑕疵 是不是是一个误诊 同时今天对很多的病人 或者是经常有到这个医院去的 今天看到了李英豪法官 说会有一个直接的感觉 说连法官都会这样误诊 那还得了 一般的这个民众那不是就进去 所以对医师来讲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撞击 张医师 陶哥 像说我们知道 刚刚希华提到的诊断的问题 这是一个胆囊 当你看到一个胆囊 做一个切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确定的诊断 因为这病理切片的诊断 是确定的诊断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胆囊 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手术已经完成了 已经开完刀了 所以说不可能说 把病人直接拿去开刀接受手术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 看到的胆囊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我相信理法官 在过去这十多年来 可能就是借这个超音波的影像 他只看到这个微小 这么一小点 那我们在这个医学上 所谓的超音波这个一个发现 称为一个病灶 这个病灶的话 有很多种可能 那一般而言 我相信可能是在沟通 说明解释的方面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光从这一小点 你判断它是一个息肉 或是一个钙化 都有可能 甚至发言也有可能 所以说我希望是说 医师在跟病人 在解释病情 在说明的时候 能够把各种可能性 多花一点时间 慢慢把它说明 各种可能性的预后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理法官得到的讯息 说我刀开完 说这个胆 没什么太大的状况 他就觉得那就是白开了 让他有很多的这个东西 限于不能够去碰触了 没有办法再恢复到 他原来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沟通的问题 其实从整个程序上 我们刚刚一直提物诊 物诊很简单就是说 他有 但是没有被检查出来 或者他没有 但他检查出来 他以为是有 那理法官认为说 我席肉 你说我有席肉 可是切出来你说 我席肉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 大家认知上的问题 可是台大医院 今天也提出一个证明 他的影像证明出来 的确影像证明上面是 有席肉的一个影像证明 不管席肉当然 这个范围很大 那我现在要提到的是 如果这样的一个 案例成立了 法官都觉得都出来说 我被误诊了 民众怎么办 我回来 他要掏戈这个问题 以后民众会有很 在医院会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律师在医院游走 你要不要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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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而这样子好不好 当然不好 因为医生变成防御性医疗 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 我绝对不开 我退给别人 因为糖尿病 预后会很差 我就不开了 遇到严重的病患 我不开 因为开了 我没得到好处 不开呢 我反而能够明哲保身 所以变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没有医生想要动 尤其是VIP 就比较重要的一个 越发的不敢碰 越不敢碰 所以越来大家就 医生是防御性的医疗越来越重 好我就给你很多的检查 今天理法官说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做CT 没有电脑断层或者是核子共振 好以后开个盲长言 我是不是要先做完CT跟核子共振 这是医疗上的浪费 如果这个法案 这个法官告的成立的话 以后所有的盲长言 是不是要比照 我们要做CT跟MRN 所有医疗浪费都在这上面 所以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说台大医院这个案子 会让我们觉得说 哇 那民众会觉得 哇 你看医生也给人看不下去 那个法官也会被人家看错 因为这个理法官在这个法界 有非常好的这个盛名 那么民众对理法官 都是非常精宠的 可是如果理法官说 这次所创造出来的是 不但告的那位医师 指导的医师 而且是包括四位检验的 那么民众就等于是教育民众说 这个都可以一连串告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期 如果未来有判决的话 那更不得了的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江医师在前天就讲说 这个是不是白色巨塔的裂解 是崩解 但是经过这一次事情 今天发展以后 其实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医生为什么会去动一个 洗肉的刀 洗肉会怎么样 没有啊 洗肉会怎么样 洗肉要动刀是 医生怕的是洗的后面 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 今天这个例子很不幸开下去 没有洗肉 我跟你讲 我亲身旁边一个人的例子 一个洗胜室的黄副理长 在某大医院医学中心 追踪洗肉发现了五年 每年报告都说洗肉 小于0.8 0.9 没到一公分 那哪一个部分的洗肉 股囊洗肉 不用开刀不用开刀 一直追踪 追踪到第五年的时候 扫描看 好像大了一点点 到一公分的 建议他开刀 开进去 第四期的胆囊癌 因为胆囊直接贴在肝脏的底部 所以胆囊癌 胆囊本身没有一个僵末 所以他一旦长成癌症 几乎每一次发现 都是第三期第四期 你看赵宁先生 他那个胆囊癌撑多久 9个月 差不多这样而已 所以医生最主要 像这种刀怕的是什么 他不是喜欢动 那个没有危险性的洗肉 他很怕里面潜藏的是什么 是一个癌症 而且这个癌症 几乎在目前的科技上来讲 几乎每一次发现都 没办法早期发现 很困难 一发现大部分都死亡 而且大部分都一年之内 经过化疗很痛苦的折磨 还是走掉 所以我们今天回到这边讲说物诊 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当兵打过靶 如果教官说你打那个800公尺的靶没打中 我打你屁股 这是合理的 因为800公尺你会望一近瞄准 你应该打到它 可是如果教官跟你讲说 5公里外那个你给我打中 聚集的 对 5公里你给我打中 可能吗 没有 世界上最长的枪2500公尺 超音波的困难在哪里 超音波据我们医院一个很资深的 叫我们做超音波的医生讲 他说以他做30年的超音波 他认为他诊断胆囊息肉 跟鉴别诊断其他的胆囊其他的东西 譬如说胆囊的机密 胆囊的结石 胆囊的发炎 必得回后 他只有80% 70%的诊断率 准确率 所以困难在这里就是说 一个医生他害怕了 就跟屋上提醒手一样 像我那个朋友 他医生等等等等 想不开不开不开 等到后来等到来 已经结束了 对 像这个案子之后 等等等觉得好像不能等了 就开 开下去就白开 然后就被告 那医生就跟屋上提醒手一样 他不知道左边走 右边走都容易跌倒 这都是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 一般我们过去民众是对 先生是非常信任 我们欢迎全台湾的民众大家关注 但是这个信任度 是不是在最近开始 我说列解 你说这个崩解的这种情况 那么医生也可能觉得说很无辜 但是对很多病患 他也是长期累积各种的状况 可能研判称说 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误诊 这点医改会的这种看法 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 其实现在民众就业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短的 因为可能这个民医 然后民众看诊的时间是很短 那其实在这么短的时候 其实医生到底有没有进到 就是他这个手术的说明 比如说像刚刚就是蒋医师刚刚讲的说 这个洗漏如果就是一直观察 那可能会很难发现那个癌症 那这个部分在那个很短的诊断时间里面 是不是有告诉民众说 他可能会发展成这种恶性的癌症 那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要观察多久 那如果有的话 你说如果提出来告知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实在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要告知民众说 就是你今天切除 那你可能会有什么后遗症 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切除的话 那你可能有百分之多少 会研发成是癌症 那所以其实这个都清楚的告诉民众 然后让民众自己去做决定 然后去签下这个手术同意书 那其实他才不会对就是手术过后 就是突然发现原来手术过后有这么多后遗症 那他就是觉得惊讶 然后甚至说原来他当初的那个检查根本就是正常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对民众来讲 现在同样针对李英豪法官 我相信这个李法官可能也在看我们这个节目 那如果当初被清楚的告知 那就像你刚刚讲的说 这里面可能有相当这个比例是分辨不出来的 你要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那可能出来的结果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最后的决定权是在李医师 不是 李法官 我认为两位讲的都对 不过警线以哪里对你知道说明的部分 至于像这样子一个胆囊 所谓的席肉跟癌症的分辨 是不可能靠临床上好好问诊 好好摸肚子 触诊 可以诊断出来 那是笑话 那至于说有人期望说电脑断层 实证造影 我跟你讲你注意去看外科学的书 这个早就不是胆囊席肉的鉴别诊断的方法 真的要去做要做一个更侵入性的 所以内视近视的超音波 如果内视近视超音波在检战这个东西 大家就觉得第一个它有风险 它常常容易引起胰脏炎等等的问题 所以医生一般来讲 会认为说如果这个胆囊 对人体不是那么重要的器官 那我值不值得为了保留它 然后做一个轻度性的检查 引起胰脏炎 胰脏炎本身有时候会致命 所以他会全程这个东西 他会觉得有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看得很太短的问题 我倒觉得说明太短是对的 你没有仔细的跟病人说明说 你这个有可能根本不适 你有多少自主的选择 但嘉医师这样讲 其实对病人来说不尽公平 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说你的问诊时间长短 或是你的影像报告 检验报告到底能够准确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病人都没有办法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今天这个案件 不幸中的大幸运是胆囊 不是一个人体很重要的器官 或者是说他没了 对健康的损害比较低 那当然理法官可以主张对他生活品质有影响 我们感冒也会对生活品质有影响 但是说他其实我们是希望提醒说 很多因为其实90%的医疗纠纷 是在沟通上面的错误 那医疗的风险对民众来说很难理解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个麻醉科医师来说 我问他说有个86岁的老人家 然后要做这个鼻腔镜的手术 就鼻腔找一个东西要拿掉 我们就要问他说这个86岁的老人家 你麻醉的这个风险有多少 麻醉一个是跟我们讲说 我怎么知道 就好像你走在马路上被车撞的几率 我也不知道多少 对对对 病人就没办法接受 对 我就是说病人没有办法放心 那我就是说那我要不要签这个同意书 你不签我就没有办法手术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意思是说 他那个地位是不对等 那医疗的这个风险 他是不确定我们可以理解 那其实说我觉得像这个 譬如说以这个安定这个医师 其实做器官移植的医师 他们跟别的医师特质很不一样 都很龟毛啦 或是说他其实 你开这个刀没有多少利润 你说如果他是为了要赚钱 然后给你开刀也没关系 不开也没关系 那就另当别论 可是事实上我相信这是一个保守的治疗 你没有对错 我觉得很遗憾会演变成这样 但是对很多的这个病人来说 他在疫病的互动上面 他确实很难理解 医师对他的诊断跟治疗之间 的那个风险应该要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嘛 没错可是这一个案例 会让台湾很多的民众 当然可能对这个病人来讲 或是保护我自己的这种权利 这个意识更加的这个强烈 但是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来讲 说以后不只是告一个 所有检查的这个健检的这个意识 这里面我们新兴王子在现场 大家可能记得几年之前 好像有一次的这个重病 然后后来用叶科膜 然后大家心里想怎么会 突然变得这么关键性生死存亡 其实当时状况是好几个医院 接到急诊室 其实每个医院都误诊 刚开始都认为是心肌炎 然后甚至于都还认为到了心肌梗塞 那所以到后来状况都没有朝向一个 更正确的方式来看待我的病情 那我的病情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四个细胞瘤 那这个四个细胞瘤 其实它就是会释放一些 一些分泌物 对分泌物 然后它可能会造成我的心脏的负担 那其实只要把 可能只要就是让我身体休息 然后可能洗肾 把取悬医当中过度的那些分泌物 内分泌去除掉 那我的心脏就会放缓了 就可以比较好可以工作 后来休课 休课之后呢 那在那个医院就很紧急的 就赶快去装了叶克膜 就装完叶克膜之后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血管 其实可能没有接的 或者没有处理得非常好 那结果太太就发现说 你的脚怎么那么冰冷 那可是我那时已经昏迷 我根本不知道 他就跟护士讲说 他的脚很冰冷 那护士就用外部加温 现在病恼活了 那他没有去查 为什么是冰冷的 因为另外一只脚没有 这只脚是冰冷的 他就没去检查这个状况 就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已经黑掉了 那黑掉之后呢 结果后来台大也是 后来是到台大去了 台大就紧急就派了一个车来 就把叶克膜换掉 后来他们的叶克膜再回去之后 那个脚整个就已经不行了 后来在急诊室 在加护病房就一直用 比较好的抗凝血药 一直在帮我再把脚 做更多的保全 所以到最后只提到小腿 而不是到大腿 所以你从小腿以下 是小腿大概小腿的 大概这个位置 脚的话大概这个位置 那其实我真的看到的时候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大概昏迷十天醒来之后 他也跟我讲 他还有一个盆放的朋友 一个受益师代医师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脚 看起来有点状况 那我们医生有建议 那我一个天跟你讲 那那个状况有点不大好 那我说我一定要自己看 因为我还好就是 生活还学来不错 就是看到那个全是黑的 我说那不行了 那就医生怎么说 对就把它切除掉 可是你认为说 应该可以避免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避免 把自己的脚给截止 对所以当时我也提告了 我提告的关键就在于说 其实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医疗上 真的很不应该出现的瑕疵 就是那个其实只要 稍微注意到就好 因为我太已经发现了 那是一个 就是一个温度就不对 它就特别冰冷 那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可是也跟你们讲的这个状况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处置好 那当时我们已经到了 审理的程序 就是检察官审理的程序 那检察官审理的程序 我们就找了医检单位 就来看 来判断 这个医疗过程有没有疏失 结果医疗疏失的 那个警察报告 跟我们要去针对的问题 不一样 我们针对问题是说 在那个益克摩的装置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装置上面 有什么疏漏 但是他有警察报告告诉说 你前面整个急救的过程 状况处理什么东西 一条一条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完全没有谈到 益克摩那个装置上面 有没有什么疏漏的问题 所以那个检察官后来也就 后来就说那这不要告了 不然老师就没事了 所以这是这个新兴王子 本身遭遇的这种状况 但是对民众来讲说 我现在还信不信 因为医师 你刚刚各位都有很多的苦水 但对民众的 对医师的信任度 跟医师可能也碰到了 很多的一些这种状况 到最后说 我干脆 这也干不下去了 那张医师 其实民众对医师的信任 其实医师也是要 对民众的依赖 我们必须要从民众很多的个案 去做累积 做分析 其实江医师已经刚刚讲的 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回到这个法官的个案 我们知道说 像在新兴王子的腿 我们可以肉眼可以看得到 可以触摸 是变冷了 或血液血滑 还受到阻塞 造成坏事 这个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真的很令人遗憾 但是这个法官的案例 是不一样的 法官案例 我们能够凭借的 就是这样子 摸不到 你真的摸不到 电脑断层 也不一定更清楚 持震摄影不一定更好 只能照这样子看 所以就像江医师说的 五公里外 你看一个板 那怎么办呢 总不能说 像我刚刚第一张的 就把它开下来 不可能 所以说我们会有建立一个 所谓的临床指引 我们是临床指引的目的 就是建立在于 就是说 你在它的风险跟利益 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我们一般 像刚刚江医师举的几个案例 就是一公分以下 我们是建议事先追踪 因为它变成恶性的机会 可能比较小 但是到一公分 到1.8公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产生恶性的病变 甚至说有些人体质比较特殊 可能假如是恶性的 可能已经转移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在利益跟风险之间的评量 跟它可能遭受的损害之间 我们会做一个抉择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一般我们要建立一个 所谓的临床的指引 就是我们跟病人 共同可以遵守的一个规范 而且这不是少数一个两个案例 这是全世界 所有外科医师所共同遵守的 可是李法官今天的 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前天的开了这个题 这个讯息跟这个例子 一旦产生之后 当然对民众来讲 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是要加强保障 我自己的这种权益 对医生的这种信任 是加速的快速降低之中 其实医病的关系 就医病信任的关系 其实一直以来都如履薄冰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 卫生署一直在推 那个病人安全 那病人安全 其实我们要动手术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的自保 我们要自保 非常非常简单的自保 就是手术同意书 医生要讲清楚 病人要看得清楚 手术同意书里头 包括名字啊 手术名称啊 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说会怎么样 会有什么并发症 这些其实都要回答得非常清楚 要填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写完之后呢 病人要签名 病人的主张跟医生要讲的 其实在新版的 卫生署规定新版的手术同意书上都有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是因为有些医院 像我有亲戚去住院 要开个刀 那手术同意书上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制式的一个表格出来 但没有人详细来做解释 如果今天这个台大医院 真的把手术同意书每一项 根据卫生署规定的每一项 都做了详细的解释 跟理法官讲说 我今天做这个胆囊的切除 可能是为了什么 那不做切除会怎么样 做切除会怎么样 或是什么并发症 然后术后会怎么样 讲清楚了 没事了 现在有没有讲清楚不知道 当然是只有这个理法官自己清楚 对 我跟你讲 我猜啦 真的可能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原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复不起 你去美国医院看看 谁在讲这个 不是医生 他有一个人专门做说明的 他可以跟你讲一个手术 他跟你讲两个钟头 那我问你 在台湾的健保体股之下 谁有办法 否则起这个事情 这不是组织医师的 就是另外一位 不是 是一个 大部分都是一个护士 经过训练的 所谓的 专业的 对 咨询师 他会专门 他专门就做手术过程软件 那你台湾根本付不起这个 所以困难在这里 就讲得很容易说 你应该讲清楚 问题是 我问你那个胡医师 有多少时间讲清楚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 讲不清楚今天就糟糕了 今天就真的被告了 不过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案例如果成立 就是有胆囊息怒的人 就应该很高兴 每个都可以告 不是 因为胆囊息怒 照超音波的 这个专科医师的想法就是 五分之一会 比例是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胆囊 割掉值九百万的话 那每一个人胆囊 期望值就值一百八十万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有胆囊息怒的人 就应该赚到钱 赚到一百八十万一样 赚多人赚九百万 赚少的赚零 所以期望就值一百八十万 如果这个案例到时候 这个成立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案例本身 它不是在台大医院 跟李英豪法官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 是在全台湾所有的医院 所有的教学医院 所有的普通的这个医院 甚至于诊所 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但是对李英豪法官说 他要讨的 他虽然是法官 他要讨一个公道 但是对医师来讲 说这个医师 有没有这个公道 医师有没有这个缺失 我们另外 也看到了过去很多的例子 说这很多基石 包括这个一般的 这个大型的医院 医师要靠很多的绩效 开刀要拼绩效 所以如果医师变成了 所谓的这个推销员的话 就是多开一点刀 才有他的绩效 这个给民众 那当然这不是医师的问题 这是医院的整个制度的问题 老师 我要讲一下 我没有特别喜欢台大 我跟台大什么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台大毕业 我没有台大说我去你等等 持平而论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高中同学 他在台大当教授 台大教授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在堂的干 十几万 做到死增加一万五到两万 所以台大的教授 努力开刀 绝对不是为了钱 我坦白说 我敢这样讲 所以这个case不牵涉到说 医生被医院鼓励或被逼迫 他自己想钱 然后想去多开刀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 这跟台大这个意思没关系 确实是 就是说有一些医师他开刀 是不是竟然是 为了钱 特别在公立医院的医师 比较少有这种现象 是因为我们想PPF 就是因为绩效要拿奖金 这种情况 其实像台大或荣总 这种医学中心 确实是比较不会发生 可是在一般的这些 比较财酸法人型的医院 可能会比较常见 甚至说出现开药 药开得多 他能够从医院 可以从药品获利 我们就知道 某一个医学中心 私立医学中心 他们那医师的电脑上面 那个药品的排行榜 是利润的排行榜 就是说你开第一个药 可能就 甚至他连药品的名称都没有 那医师的专业自主性 现在已经就是荡然无存 所以荡然无存是说 他的这个逐渐降低 不管是医院健保支付标准的关系 医院管理的抬头 其实是越来越少 就是甚至说 也有可能就是 医院会选择病人给医师 那其实这个例子我们要讲 就是他之所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是 你当然可以说防御性医疗 或是检验的增加 可有医院待论 但大部分的医生 或是跟病人之间 他是出现期待的落差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案子 这个法官 如果他一打开 他发现他的胆囊真的有问题 你觉得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就会感谢医师 所以我说这是期待的问题 你想这个胡医师 他打开胆囊 他是希望看到什么 就是说他当然是确保 希望确保他开这个刀 是希望他可以没有事情 这样大部分的医疗行为都是这样 另外一个是 他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 像盲肠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有时候到急诊来 盲肠我们都知道很容易误诊 或应该讲不容易确诊 我们不要讲容易误诊 不容易确诊 盲肠炎不容易确诊 所以也造成盲肠炎 就是打开之后发现问题不在盲肠 在其他腹腔的这个问题也很多 第一个就是刚刚江医师讲的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判断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 也是我们没时间 比如说急诊 有时候是我们可能有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做的是用来跟病人沟通 还是用来花更多的时间去 我觉得病人的期待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当然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可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就像滚雪球一样 医病关系的 这个快速的一些对立化 是会很明显 这原本这个天下杂志的一个统计 台湾平均每天有1.4件的医疗诉讼 医师被告率已经快变成世界第一 我们稍后回来 这就牵涉到很多医师在这种情况之下说 不如归去了 马上回来 自己内忧外患 国仇 家恨 为了生存 我们都是功夫英雄 功夫英雄online 6月6日正义公测 登陆拿现金 球球再送福斯购夫GTI 备见儿童DHA 补充儿童每日所需的DHA脂肪酸 为儿童专制 帮妈妈省事 给您的孩子好好加油 备见儿童DHA 0800-066-886 2012台湾世界网球争霸赛 世界球王乔科维奇 西班牙火爆坏小子 阿尔玛格罗 最顶尖的对决 9月29日 国立体育大学 购票请洽 宽宏售票系统 台比表冠名赞助 啊 您好 您好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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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纪亚天然的鱼鱼塩 他中的中心 您好热啊 每天好热啊 重新的水烟果子 宝蜜新发来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古车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古车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这是一个幼幼的世界 在这里只要是幼幼就比较厉害 他又会这样翻 又会那样翻 幼幼翻跟斗比较厉害 他又有茶花 又有茶花子更厉害 玉茶园 又又茶花 咔 双是双 双茶花 讲几次 玉茶园 双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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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最新 我的想法一直在飙 我是贵了美 不行吗 我就是一个特点 我是Nikon One 牛江鸡 要吃春风黄录彩队 驾驭时尚就是现在 Nikon One全系列现实优惠中 在送物手好礼 我是Nikon One 牛江鸡 要吃春风黄录彩队 全面升级R-Design空力套件 San Power动力镜片 What's the wolf say? Bubo S60 152万7 感与众不同 外观动力双升级 总值超过15万 限量优惠中 你还在当上麦鼠 还是上方鼠 绑在一起的筋骨 教你健康舒适的新体验 看不到腰的身体 需要零负担的料理配方 健康 动手就做得到 我是陈月青 周六周日下午2点 我在健康2点0 你好法官 告了台大的 不但是开刀的这个医师 还是市民见检的 那么是集体的一个控告 那么球场是900万 这个情况 其实大概很快速的 会在全台湾各地方发生 因为民众很信任 李法官 因为说连他都会被骗的话 会被误诊的话 那不得了的这种事情 但对目前整个医生 或者是尤其是外科 内科 小儿科 副科 已经快速的在减少情况 也是血上加霜 这是刚好昨天 台大医院创伤部的主任 柯文哲先生 公开的说 我在台大医学系 今年暑期所开的选修科 基础外科 重症医学 只有三名学生报名 所谓四大接空 已经发生在我身边了 如果连台大的医学生 都对外科重症 加护没有兴趣学习 显示外科已经严重的崩盘 未来势必后继无人 前途堪忧 这不是他的个人的堪忧的问题 整个台湾的 疫病关系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牵涉到 每一个大家未来在看病 或者有急诊 那么医生本身 有各种的顾虑的情况之下 那么发生了什么样 连锁性的这种反应 这就是我们现在继续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关注 但是柯文哲先生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好像只有几名学生 各位熟悉的话 他的过去不得了的 其实以前的课就秒杀 就是比如说医学院 医学生开课的第一天 就是半夜一开始开网 他就130个人 几乎就是 你要像抢那个春节的车票一样 好 一定要马上去登记 要不然你可能就 这没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现在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这么快速发生 因为大家不想再走外科了 四大街空 内科 外科 小儿科 妇产科 连急诊科 其实都已经崩盘 无大街空了 那因为大家不愿意这么累 或者是不愿意 有这么样做 不但这么大的责任 对 责任 像我曾经在做 国内外科医师 不足的研究 已经十年前了 那十年前到现在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是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我即便四年签名 之前不是有一个 做了四年的外科的受训 总医师 然后他觉得我不要干了 老子不干了 我去做医美去了 到最后会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很重要的疾病 重大疾病 没有人可以开到 像我父亲是胰脏癌 那时候台湾 会开胰脏癌的 没有几个了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胆囊癌 会开的人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下面后继无人 没有让人来学了 当有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 以后以前 其实已经有妇产科医学会在预估 以后的妈妈们 生孩子 是菲律比医生在接生 因为妇产科已经没有人要选了 然后再来就是外科 以后这个外科 比如说你要搁个盲肠 不好意思 可能是东南亚来的医生 你前天提供一个资料 在台湾将近有一两百个乡镇 几乎已经没有外科医师 那么小孩科医师 已经也是跟着大幅度的开始跟上 那现在这样的状况 江医师 我跟你讲其实外科医师 其实我个人是内科医师 可是我真的觉得 陪他们觉得蛮悲伤的 现在外科不增人 什么条件 医学系毕业 只要医学系毕业 是人就可以了 这怎么开玩笑的呢 以前不是 这么专业的说 只要是人就可以了 只要是人 医学系毕业 而且是人就好了 不是说医学系毕业的狗就好了 医学系毕业的人 那我一个朋友 是一个外科 医学中心的外科教授 你知道他在以前 他爬上去的位置是很难的 所以他说他以前多心酸 他以前去apply 去应征这个某医学系的 某医院的外科 那一天早上面试 面试完之后 他就买了一个水果 然后眼巴巴的跑到 探听到教授家里在哪里 那就跑到教授外面 家里外面等 一等等到11点钟 等到晚上教授11点钟 研究室回来的时候 赶快把水果放下去 他说 教授你务必要收我 我会好好努力的学习 这样 然后教授我果然也收他了 经过这个二十几年来 多年媳妇熬成坡 现在变成一个大教授了 外科大教授 现在也主持这个应征面试 面试完之后 这个送水果还是照样 面试完之后现在又是他 又是他拿那个水果 跑到那个应征者的家里外面等 等那个学生回来 他就赶快说 你务必要来 我一定会好好教你 所以他跟我们在喝酒之后 他就说 你看我多悲哀 都是我在送你 所以这里面显示出来的就是 这马上我们民众 就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稍后回来 也让观众朋友 仔细来观察 未来我们如果这个 怎么样的 把这个医病之间的关系 大家要有一个 什么样的清楚的认知 新王子也可以谈 你当初认为说 被误诊 被截肢了 这个心里面 阴影是非常大的 但你现在 怎么样去 如果你还在到 回到医院去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马上递给回来 Ford了解 孩子的乐园可以无限大 Escape 轻松开拓 你的家庭生活 配备升级 值得拥有 轻松回馈价 67.9万元起 Ford 选购Ford 享50万零利率 载送行车记录 卫星导航 你好 我们是 没关系 我们上班族就是要 不屈不扰 勇往直前 自用中间 才贸中权 输跑维他命C水 补充一日份的维他命C 到处封闭 就再接再厉 你好 我们是 喝得到C哦 Sea Water 速跑维他命C水 王先生 您的信用贷款 OK咯 那么厉害 林太凯 您的房屋贷款 OK咯 那么厉害 小老板 您的企业贷款 OK咯 那么厉害 我们的银行贷款 就是要OK OK中讯国际 银行贷款专家 一通电话 马上OK 0809 080988 真的 不苦了 因为有他 让我不用再吃苦 薄膜过滤技术 滤掉苦味 只留大麦原味 别人做不到的 他 做到了 请倒纯身 心上市 就是不让你吃苦 家务福年中性 送机票 还有商品疯狂炸 轻柔抽取式 卫生纸 只要58元 中心鸡甜蜜 3公斤 只要99元 会员消费满800元 加20元 可得鸡蛋一盒 来清倒纯身多入装 就送造型啤酒杯 还有机会抽中大奖哦 3930年前就装了39太阳能 早鸡啊 我们家也装39了呢 对啦 你装就要装最好的 我们做第三十年又最滚滚 选39最耐酒 39太阳能热水器 台湾销售第一 太阳能一起放39 现在买政府补助 12893元 39加码送千元游游卡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中华电信 台湾的医师被告率 大概是全世界的第一 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 重罚判例不断的产生 医生的出走潮 包括刚刚台大重创医学部的主任 柯文哲 昨天说这个是整个外科严重的崩盘 当然这个崩盘对台湾的病人来讲 不是一个好现象 台湾目前的急诊室 刚才已经讲了五大空 急诊室也开始越来越难找到一些急诊的医师 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 会不会对医师也产生 当然目前这个案例并没有最后的判决 但是对医师会不会也产生某种程度的寒惨 因为现在假如说是要医师开刀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成功才能够开刀的话 那真的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医师敢开刀 就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对医师对病人的解释 一定要有充分告知 而且告知同意 其实在德国 他们认为说医疗行为就是一种伤害 所以现在的医病关系 刚刚希华有提到 医病关系是一个平等的 就像朋友之间伙伴的关系 他要跟他解释说所有的可能性 成功的可能性 失败的可能性 甚至死亡的风险 都应该让病人充分告知同意 就像嘉莉提到的 充分在手术前告知同意 不要手术后产生一些纠纷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非常遗憾了 因为进入司法的程序 往往是相当冗长的一个手术 那么一旦进入司法的话 大家没有回头路了 其实过去也有研究说 医疗纠纷的诉讼案 其实病患的胜诉率是非常低的 尤其是看 你看这边白色部分是刑法诉讼 虽然它看起来很高 可是事实上它没有计算到 是不起诉的部分 像星星王者它就是不起诉 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多 其实民众的胜诉率 是远低于这个数字的 那为什么民众 他们胜诉率这么低 可是还要走刑事诉讼 这是因为其实现行的医疗纠纷的 医疗纠纷的处理的环境 实在是太过于困难 就是我们对于医改会来说的话 就是民众如果遇到医疗纠纷的话 就像是爬山座很困难的山 第一座山就是他要去跟院内 院内去沟通解释 去跟医生去沟通说 他是不是哪里做错 或者是说就是 要求说明了 对了要求说明 可是就是民众他对医疗的 一些尝试不知道 甚至是说 刚刚的就是张医师说的 就是所谓的医疗常规 这个部分民众根本不知道 或许是医生他有 就是照着医疗常规去做 但然后医生可能是对的 但民众他看到的结果就是可能 家属就是受伤然后过世 那所以他可能就会专入这个死结里面 然后甚至说就是 他可能想要透过就是 医院去做说明 或是请医师说明 可是医院他医师他不愿意面对 那所以这时候 那民众他能做什么 他可能就只能透过跟医院沟通 但医院不愿意沟通 那就是透过卫生局和解 那卫生局的调处服务 每个县市 他的就是调处的成功率的状况 又是不一样 有些县市的调处成功率是零的 那你叫民众他就是要上哪里去就是处理医疗纠纷 那最后只能走上输送的途径 那其实这对医病关系就是只有恶化的状况 对对对只有越来越恶化的状况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刚开始的 前三个多月三个多月 我都是在台大 因为台大不希望我出去做发生什么状况 他很谨慎的保护我 那所以我大概一个多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我写了一个卡片 那是我的科医师 因为对他来说他后来发现我的病是失科细胞瘤的时候 那个是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帮我做其他的医疗 后来还跟我太太讲说 你哄心了 应该没信 你心生不会死啊 我太太就整个就松下来了 就太高兴了一样这句话 后来我感谢他的时候看到我吓一跳 他说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怎么还没有出院 他说我还没走啊 医院还不放我走啊 我早就忘记你了 你还在这里哦 他忘记你 他忘记我了 一直忘记我了 他觉得我应该要离开了 应该已经好了 他都放下了 我回头会一直思考这个事情 我是不是应该放下 就后来我急着花很多时间 去让自己放下这个事情 就说没关系 我接受情况 已经是这样了 我相信医生在做很多的努力 在某些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做一些事情是 我们并不清楚实现整个状况 我们在做 我觉得我回来 回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我们的医疾很好 是因为我太太心理系毕业 她懂了很多医学上的东西 我有很多的医生朋友 她后来都协助我 她去 我太太就在急诊室里面 一直去找病例 把病例抓出来 一直去copy 引印出来之后呢 去给外面的医生看 那她都出意意见 大家出意意见 出意见的时候呢 再回去问医生 那柯医生就说 你有做过课哦 那她就很不敢懈怠 当然她不是懈怠的人 她是不敢懈怠 她一直在努力 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那我说我现在 过程当中 我觉得家属之间不要慌 因为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去找到更有利的人 更有效果的人 从外围去判断其他的状况 那我觉得病例的解说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关键 很关键的关键 如果当时如果病例解说 做得很清楚 也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是 这个截肢是我决定的 当时台大一直认为说 趁她昏迷就截肢掉 认为我昏迷 就看她昏迷就截肢掉 四个细胞的一块割掉 然后脚因为有问题了 刚才就直接截肢掉好了 包里面就好 对 我太太精致说不行 你要把她醒来做决定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不是我做决定 我醒来的时候会觉得 我脚在哪里 你会让我看到 我没有眼见为凭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于是在当下 我认为我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因为我活下来了 我还在现在还在这里 可以讲这个 所以你也接受到最后 我接受到这个状况 所以到后来我也想说 没关系 也许是因果 面对那个医生所做的处置 也许是因果 那没关系 我正常的去面对它 我让我自己去面对生活 然后通过我的经验 也许帮助更多的人 不要犯了更多的错 我马上回来 如果这个疫病的关系 持续的这种紧张 那么当我们万一有个这个病痛 或者是需要看急诊 发现急诊室 连医生都没有的话 那怎么样 现在还有机会 怎么样来改变 稍微回来 哎哟 学费 电话费 还有护习费 压力越来越大 老公 怎么办 别担心 有一档海外债券基金 以台币计价 提供每月配息 方便规划生活资金 更棒的是 它是债券专家 富兰克林操作管理的 哇 真是哪档基金 富兰克林华美 全球高收益债券基金 生活压力拜拜 零八零零零八八八九九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又赔 申购钱 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古龙争霸 6月7日 惊天风色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午车 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买车 换车 卖车 中午车 第一选择 福利汽车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E顶级手刮地板 我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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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变成 你的感觉 随手关灯 就这么简单 每月可凝少 12万吨碳排放 为全其心 救地球 做就对了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E顶级手刮地板 刚上班的时候 薪水并不是很高 想租便宜的房子 后来同事叫我上 旗机机网站去找 发现了好多房东 都在旗机机 当租广告耶 便宜 租了 你要租房子 就上旗机机 房东们注意 快上旗机机 看灯广告免费 公主与狩猎者 现正热映中 Suzuki Swift 灵活激动 自载操控 日本原装进口 Suzuki 灵活系 自信驾驭 台湾Suzuki 精灵汽车 Suzuki 本月购物车领牌 就送Garmin导航机 公主与狩猎者 现正热映中 夏天来吧 Killing Barbeer 你看这个突然多健康多回忆了 它说这种有GK土壤生产出来的东西 还是真的是极品 就是果酵成分过的话 它的弹性 它把水分锁住的那个特性 特别显现出来 请您锁定 这个礼拜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 目前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所谓五大空 包括在医界里面的内科外科 小儿科 副科 再加上一个急诊科 那么怎么样能够 如果民众经因为这样的 当然理法官是保障自己的这种权益 民众也会可能会效法 可是医生有更大的一个责任 怎么样能够取得民众的这种信任 这是彼此要付出新选 怎么样能够再让人民信任 或者病人信任医师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应该要用制度上 建立一个中立的风险解说员 今天其实在医院里面充满了风险 在美国的资料里面 在医院里面 因为种种错过死的人 早就超过全美车祸的总数的好几倍 可是你今天说要叫医生说明 你觉得这对吗 你想想一个问题说 你现在非要叫医生说明 一方面的担心 你医生有没有因为你的业绩 而故意误导病人 既然我们要这样子弄 为什么我们不建立一个中立的解说员 比如说这个中立解说员 也许是卫生署派的 对不对 为什么我像这种手术这种东西 我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医生解释 我应该有一个中立的 by standard by標准的作业忧程 花相当的时间让病人了解 而且好好的跟病人讲 而且这个人不应该属于医院 不应该属于医生 他是中立的 他也不会为病人 也不会为医生 他只是中立来解释说 这个手术惯例上怎么样 但高度专业 对 然后这个医院以前的记录 可能是怎么样的 那你做完之后可能有奶昇 绝对 因为他帮病人评估这件事情 对 而且解释给病人听 而且他不是医生 所以他不会偏医生 他甚至不是医院的人 像美国屠宰场的兽医 不是屠宰场付钱的 是农业部付钱下来的 所以他不会为屠宰场去 放行那些株子 一样的道理 既然这个手术 或这个药要吃 要解释清楚 你就是要有一个中立的 不属于医院 不属于医生的解说人员 好好的跟病人解释一遍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可能改善 相当这个医病简单的关系 这个绝对可以大部分这个改善 现在医改会是不是同意这个做法 其实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都教育民众说 民众如果遇到重大的手术的话 要需要做决定 那其实可以带着自己的检查报告 甚至说就是自己的病例 去多询问其他 就是相同科别医生 就是咨询第二意见 因为其实有的医师 他可能讲的不多 可是如果他遇到第二个 他愿意讲的比较多的医师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有比较 更多的讯息可以做选择 而且我们就是常说 就是手术前的三思八问 就是说你一定要问清楚说 你有没有需要 一定要动这个手术 那这手术就是动了之后 有什么后遇症 那就是动完这个手术之后 就是会需要多少时间的照顾等等 而且通常如果在这个 国外的这个医院里面 有peer的review 就同才之间医生说 我要开这个刀 这个刀是不是一定要开 几个科不同的意见 大家会诊一下 我们有这个在国内是有 这国内是有 比如说我一个癌症的治疗 目前几乎全台湾的 主要的医学中心 癌症的医学中心 不是单科医生可以决定 要造极的包括放射治疗科 包括化学治疗的医生 外科医师 还有当初负责的内科医师 要在一起开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病理是有把关的 不是说你开完道就没事了 你把人家一个东西拿掉 结果解剖出来说没有 这个在会上会被人家修理到不行 这是我们今天 这特别爆发出来的主意 确实是因为就是病人不应该 把所有医疗或是自己健康的 这个风险跟责任 我百分之百交给医疗人员 刚刚一改会讲的 就是除了学会问问题以外 我觉得记录你的病情也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疼痛怎么疼痛 你疼痛的方式不一样 都会影响医师的诊断 所以病人要学会记录自己的病情变化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第一步 就是当你多问问题的时候 医师就会都有提醒 对不对 他说对你问这个问题 你问他一定要回答 对我没有或者是说 我是不是没有想那么周延 你其实是可以提醒 因为医师不是神嘛 他不是万能 他不是Google电脑资料库 你一来他就全部都可以马上告诉你 所以我觉得病人都问问题 绝对是有帮助医师诊断 另外一个部分是 江医师讲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很难实施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医病的信任 就是说我有时候看这个医生 比如我去看张医师 我会希望张医师 因为他跟我这么长期的相处 他了解我的 希望你这位医师告诉我 对你来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处置 但是这个中间是怎么样 一定要去有一个突破的 其实我是觉得说要有一个中立的 不在医院里面的医师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 因为解释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能力跟他的专业 那雅萍其实讲得非常的正确 他可能问第二个医师或第三个医师 但是他一定不能有利益上的纠葛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像张医师提到要建立一个制度 我国家的法律制度 在二代健保法里面就有一个 所谓的家庭责任医师 他就像你的处兵 在你的邻居左邻右舍 平常可能开一些感冒来 一些小问题 你跟他建立你熟识了以后 当你有一个问题你要去住院 甚至要开刀 张医师你这讲的可能在都会 在我们在全台湾各地方乡镇去找谁 最后就是说能不能够避免 这所谓的像刚才柯文哲医师讲的是 白色巨塔在崩盘中 我们只能说不能让马儿跑 但是只给他吃四分炒 就是说现在的外科是让马儿往前跑 但是只给他吃四分炒 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不能够鼓励大家去外科 那个热血不在的时候 我们只能自己流血了 就病人自己流血 那医生没有热血 这样的状况其实到最后反噬的是 在自己病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病人刚刚 奇华讲得很好 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反省说 我们该怎么去跟医生做 主动跟医生做沟通 因为医生其实有些人 IQ很高 但EQ并不是很好 就是他沟通能力并没有很好 他很会开刀 但他不会沟通 常常就是一句话就把你打死了 你不晓得该怎么问 但是你要主动的去跟你的医生做好沟通 问好问题 但是如果你当初前天所担心的这个白色巨塔 现在是全面的在崩解中 你现在还是认为 而且这速度还会再加速 会再加速 因为这样子的事件一定会推倒 推得他倒得更快 可是这个最后的受害者是病人 反过来看 我也觉得病人也必须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病人通常都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健保太健全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想说 这个经过我的事情 我很感谢健保 因为健保提供我非常多的资源 我以前都是A卡 没有闹到B卡过 从来没有 就是A卡 就坏成一个大病 才发现说原来我过去缴的健保费还不够 其实不够 感谢大家的帮忙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因为健保照顾太好了 变得反而是 大家要滥用这个资源 那你病人就认为说 反正现在我来照顾我 我无所谓 干嘛照顾自己身体 我就抽烟嘛 抽死算了 他无所谓啊 就抽烟抽烟追 然后做一些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 我觉得病人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是双方面都可能有 这样讲 我自己觉得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李英豪法官 可能给大家重新再一个机会 也不要担心说 这是一个推倒落头的 压倒落头最后一根草 可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 如果医生 能够从病人的这种角度 病人也能够从医生的这种角度的话 未必见的就是白色巨坛 会在台湾这么快速的崩解 再回来新闻一种会 晚安谢谢